那这是一种随处可见的杂草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的价值 这个就是猪泱泱 那早在甸南本草就有它的记载 那传说有一个叫张三的人 他耳朵不好使 中耳炎 然后有一天他就去采了一点猪泱泱 把它给它倒出枝叶 然后滴了一下 就这样就OK了 大家记住了 这是嵌草科植物猪泱泱的全草 春天采收 我来尝一下猪泱泱好不好吃 很清爽很清香 随后味道就开始变苦了 遇到后面越来越苦越来越苦 不过这点苦都是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 难怪说这玩意儿听说猪吃了都病泱泱的 确实吃了让人感觉很不爽 那这个猪泱泱以全草猪泱 它主要就是清热解毒 令嚼消肿的一个作用 那就是这一些这种创庸种毒 水肿小便不利 还有毒舌咬伤中耳炎这类呢 都是可以用的它